小爱爸爸谢果良由公车处长陈欣皮陪同 召开公车驾驶陈储结果记者会 公车处一规定将公车驾驶记忆大过并占掉内勤 这个部分根据我们一些行车记录器掉蛋以后 确实是有拒质的情况 这个部分我们经过讨论以后 重大的一个影响 对我们处里面形象的影响 我们合宇记忆大过一次 并占掉内勤以上 而市政府也不会一昧的裁罚 同时会研究直辖市的做法 奖励友善弱势的公车司机 我们公车司机现在平均大概待遇 本薪加点领导大概是多少 我们基本的工资就是 它是跟我们的一般技工跟队员 金额队员一样就是三万多块 这个基本工资 那另外就加上它的那个加班率跟奖金 加起来大概是四万炉到五万炉这个中间 看它的载客数跟它的里程数来计算 希望双赢 我们不希望造成伸张朋友跟这个 或者是长辈乘客跟司机的一个紧张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一定要服务好 因为这是司机公车柱的司机驾驶大哥们 最基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态度跟要件 但我们会在这个基本的工作态度要件上 学习其他直辖市的案例 给予一些好的服务态度的激励制度 那这个我们马上会来研究 那市长你所谓的激励制度是提供另类的 类似那种有赞奖金之类吗 据我们的了解我们要确认一下 就是台北市有一些案例是 它只要搭载到轮椅的乘客 那它其实是有 每个案例是有一点点的增加的 那这个案例我们要把它 比如说礼券之类的 它有诱因 就是它搭乘到的话它是有一些 就是再到这类旅客 它是有一点点诱因的 所以我们要研究清楚 那如果各位关心我们研究好以后 那我们推出的时候 我们也会试下 我们也会跟各位来说明一下 小爱爸爸谢果良市长表示 他过去经营小爱爸爸公益平台 提供身心障碍者友善服务 创立搭乘沟通平台 这次遭聚在案例的伸张朋友 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反映的 2月4号的晚上 当天就在他被拒载之后 他立即向平台反映 我念给各位听 现在就是7点05分 202路线司机林先生车号281.U6 在卫福部基隆医院站 以各种理由 刚说没陪伴者 后又说车上客满要我坐下班车 其实拒车就是毕竟下雨天 对身障者坐电动轮椅要陪伴者 说实在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听过 还是现在搭公车须知有更改 凡请公车处能明白告知 2月4号晚上6点58分 那个时候就得到了 其实是处长就收到我们马上上录影带后益处 这是那天所发生的事件 但是其实我想给大家报告 自从那个案例或者是说 那个公车的跟民众的沟通平台 成立到现在所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 我是满有感触讲这个事情 不过我知道处长都很帮忙了 但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2021年5月11号 这是一位轮椅族的朋友 我今天下午坐这台车 司机有停下来开门 只跟我说不能上 然后就开走了 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人太多 或是杜板坏掉 时间是5点半 海门天险站104号公车网总站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想问问原因 还算是很客气的想要了解 今年4月2号 黄元于今日晚间 于上途中就是他的介绍 该站等车全身淋雨 等到就是101行车 就是低底盘公车到站 招手却未靠边 于是又前往公车前面右方招手 司机不予理会 直接拒载开走 该员已反应1999 在此再反应公车处的站长 请求站长帮忙处理后续回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求站长帮忙处理会